新北市中小學庫電班長電裏 在新北市政府庫班 現時有馬電視庁中的特幽作品 今年作品真有創意跟一切 特幽作品會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庫電 新北市郊遊郊進行庫班 中小學庫電班長電裏 今年中共有500多件的作品參賽 最後有127件的作品在特幽跟特幽中 特幽中會代表新北市參賽 我們今年總共有587件的作品參賽 今年我們特別頒發了52件的特幽作品 還有75件的優等作品 今年的52件的特幽作品 都會代表新北市在7月份到雲林縣 參加全國的科展 這次郊遊郊中有兩件作品 都在中立優的中項 其中一項在中的作品 演化主動動線路線支援系統 首先用一年左右的時間 結果很多困難才能發出來 我們這次是得到新北市的特幽國展 我們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 自動逃生指引系統 它就是說當火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在地下埋那個燈條 用流水燈的方式指引民眾 在慌亂中可以很快很迅速的 找到最短最佳的逃生路線 它會減少人員的傷亡 因為發現就是近年來 有火災次數逐漸發生 然後就在一般大廈中 發現有高樓大災的那種建築物最多 然後史上大部分就是死在嗆傷 那種逃生的路途中這樣最危險 所以我們覺得要幫助這些人 不要死在這種莫名其妙的環境下 所以我們才研發出 才會構想出這樣的專題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主要在通訊模組 跟在撰寫程式演算法這方面 在通訊模組這塊 是因為我們使用的是外國的 台灣這邊沒有相關的參考文獻 所以對我們功課的學生中 要看原文有點困難 到最後還是有跟老師合作客服 然後在演算法那邊 然後有請教一些數學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些小修改 然後讓我們的演算法 比較適合我們自己去撰寫再修改 會比較清晰能看 這次在中的第一位作品 會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口店比賽 跟由教安排全家學者 合作提醒參賽作品的品質 希望在全國口店中 獲得最好的心質 接著本見開林金如 先發市場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